今次的展覽我們有五大主題區域 第一個是我們的NTC體能專區 第二個是國泰的瑜伽舞台 第三個是我們的生活悠閒博覽 第四個是我們的健身大本營 還有一個首次在亞洲舉辦的 Hirox體能障礙比賽 所以真的是一個老少咸而適合任何程度參加的人 可以介紹一下Hirox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比賽 其實Hirox早在2018年開始成立 是一個德國創立的比賽 專門專門專門叫做 Endurance Fitness 究竟這個比賽的模式是玩什麼呢 其實裡面會包含了8公里的跑步 還有我們總共會有8個workout section 玩法其實就是每一個選手起跑之後 就先跑一公里 然後再做一個workout section 而此類推 總共做了8次之後 就可以完成一個比賽了 其實所謂的 剛才說的workout section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八種大家可以在健身房 都可以常常見到的一些訓練 包括可能有滑艇機 有滑雪機 有 Burpees 類似這些類型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延遲到的動作 但是我們挑戰的是你們的體能和意志力 我自己就會認為很多人對Yoga是有一個誤解的 他們覺得做瑜伽的人 就一定要跟骨很柔軟的人先去做瑜伽 但是我想說 如果你是跟骨很硬的人 你更加應該要做瑜伽 或者你是老人家 年輕人 或者是本身做現身 或者是運動員 或者是你有睡覺的問題 情緒問題 其實瑜伽是可以由愛去到內 去幫助到你 尤其今次Iris 有很多很厲害 很有經驗的瑜伽老師 亦都有一些新進的 無論什麼課 大家都可以上到 例如是一些meditation 或者是一些雙人瑜伽 大家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我今次在Iris會教 十九號 十一點 一個Go with the flow Practicing Mindfulness So it's a Viyasa flow practice ending with a restorative So it will be like 15-20 minutes to restorative And all levels are welcome Alright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et 我是一個Brand 叫The Balance Jungle 我本身是一個瑜伽老師 和一個新能療癒的帶導者 今次我們這個Section 會有多一些 新心靈之間的 Mindfulness的 element 除了會有一些 身體上的動作 所有我們的音樂 都會有一個森林的音樂 令到大家 除了去一個真正的森林之外 我們在內地 都可以接受一個森林 或者大自然療癒的感覺 因為畢竟 其實香港都COVID了幾年 其實氣氛都不太好 趁著這次好像復蘇的感覺 大家應該要快點報名 就可以到時候一起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每次都會兒 omtai呀 不 petites 心靈之間